糖类正确吃,健康窈窕,不怕胖 糖类为人体所需三大营养素之一 是主要的热量来源 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 食物进入消化道后被转化为葡萄糖 为细胞提供能源 糖与糖怎么区别 糖是泛指所有的碳水化合物 而糖是指具有甜味的糖类 糖类依水解产物的多寡分为下列几类 一、单糖 一分子的单糖是糖类的最小构造单位 容易被身体分解和吸收 葡萄糖可快速攻击人体需要的能量 也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主要的能量来源 二、双糖 由二分子的单糖组成成为双糖 三、寡糖 由三到十分子的单糖组成 其化学界无法被消化酵素分解 可助肠胃道有益菌增殖 有整肠作用 四、多糖 由十分子以上的单糖组成 分为可消化的多糖类 以及不可消化的多糖类 虽无法被人体直接吸收 但可刺激肠道蠕动 防止食物积存在肠内 可帮助代谢和增加免疫力 建议多选择复合型糖类食物 因含纤维 更有维生素、矿物质与植物素等多种营养素 有助于健康的维持 精致糖不含任何营养素 若摄取过多精致、高度炼制 或加工过度的食物和饮料 会减少纤维 也造成额外热量的摄取 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应尽量避免 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建议 每日糖类摄取 应占总热量的50%至60% 且以复合性糖类及天然糖为来源 贴心提醒 糖类为人体重要能量来源 多选择未精致全骨类食物、蔬菜及水果类 既可吃得窈窕又健康